来啦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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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姐妹好 兄弟姐妹好 四月28号 来啦来啦 哎呀我那娘嘞 灯光怎么样 灯光怎么样 声音怎么样 声音怎么样 真不挠 真不挠 灯光声音都不挠 这是用电脑直播的 没用任何摄像机 盖特现在越来越好啊 有点暗是吗 有点暗 我把灯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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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灯光移按了 现在中秒 我看啊 从现在开始啊 神奇按钮 天意 音乐灵魂 微传音符 追随 King 大头KIN回到七点东京华团 陆森 声音还好有点空旷 JJWAN 武汉 郑州郁达 混净净金刚石洗锅好公鸡摩天伦 凯文 加速灭供 泰山顶背光 种种种种 彩虹桥 正式楼椅 昌海一声笑 昌海一声笑 桃桃灭共潮 哎呀我最爱听昌海一声笑啊 咱们唱太好了 因为我读录桥桥 彩虹桥 爱马仕的皮子 哎呦 哎呦 谁声谁父一分笑 苍天笑 桃桃灭共潮 南山灵火 啊 啊 防弹青年 把红杏拽出墙 螳螂党币爱主咖啡岛 哎呀 松花江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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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娘来 慧晨都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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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泰山兄弟 泰山大师好 一颗道士好 啊 啊 啊 东京一话来七颗就是我的信仰 不敢当 不敢当 啊 我这秦娘来 聊不地了啊 我大概直播啊 看看 等着战友上来啊 呃 哇 咱那参笑真的是 一声笑 月构潮 滚山一声笑 滔滔灭共潮 赤海英雄举尽兆 滕海小安稳红药 八剑斩红药 哎呀 古修回来了 古修 七哥念念我 好 兄弟姐在哪啊 这个事儿我这刚刚在十分钟前都没想直播 十分钟前都没想直播 就刚刚在运动的时候 这个有好几个战友啊 从这个墙里边刚刚逃出来 刚刚逃出来 哎呀 这个给七哥发了些信息啊 这七哥触动特别大 他说七哥看爆料革命 看爆料革命到今天 他说七哥你知道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呀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 嗯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 他说就在国内的时候 跟很多人在一起 就是共同看直播的人 和一开始愿不愿意看直播的人 就分辨出了高低 亲近 和这人有没有未来 这个是他说太重要了啊 太重要了 然后呢说这个经过几年下来 基本能知道亲人朋友 谁会走多远 甚至谁会活多长的岁数 啊 谁会有没有未来 啊 佩洛西也没有去台湾 那就没去 随时去 啊 咱说了不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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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哥说了不算啊 先记住啊 所以说 他说这个从过去几年来看这个爆料革命的人 他讲了身边很多人 啊 八军战红遥 谁生谁父一分香 哇 这七哥的嗓子都误住了现在 一唱简直是自己爱自己都不得了 你咋弄 没法弄了啊 所以说 兄弟姐妹们 这个战友带他逃出来钱 他的亲姐姐 最亲的姐姐 是咱忠实的爆料革命战友 啊 就冒着巨大的风险 啊 到处穿播爆料革命 他也是体制内的人 啊 结果呢 啊 最后的时候 要在上海出来 就上海封闭前 要出来 姐姐决定 放不下 啊 不缺钱啊 都不差钱啊 也不差东西 啊 没出来 结果困在了上海 困在上海 困在上海不说 姐姐身体很好 结果困了这个几十天 困出了一身病 啊 这不幸的姐姐昨天上吊自杀了 啊 上吊自杀了 你去想想这个是多可怕的事情 兄弟姐妹们 啊 上吊自杀了啊 七哥尽可能想轻松的说出这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让大家知道这是很可怕的 哎呀 是啊 去想想啊 就这样说 七哥你说我们跟随那么多年 啥都没有拉下我们 没有一样拉下我们 甚至为爆料革命连付出一切 那就是最后一分钟 就一犹豫 啊 上吊自杀 啊 她说为什么啊 她说姐姐自杀不是活不下去 不是家里没粮食 啥都有 甚至姐姐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花钱出来 啊 姐姐对这个人心呢 啊 这就是觉得灰心了 啊 灰心了 觉得这中国人怎么这么活着呢 怎么这样对待中国人呢 远远超过爆料革命七哥所说的 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狠 啊 这种呼害的成果 是吧 确实是 所以说 姐姐自杀了 啊 这真是很心疼 她姐姐现在说 我刚才我半天就没过来 你知道吗 我半天就没过来 姐姐是个非常有魅力的 啊 一个有中国美的那种女性 啊 真的是 这个姐姐这个自杀的理由 让我真的是很触动 就是觉得 这个中国人怎么就对着自己那么狠 这在中国活着啥意思 就是人生的意思 自杀 她说她不管她姐姐说她是亲戚同学很多人 也不是都没吃的了 她是很多没吃的 但是都是专事国内混得很好的人嘛 说最可怕的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人心 麻木了 伤透了 所以说我今天直播第一个问题啊 兄弟姐妹们 我想说的事情 自杀是人生最坏最坏的路 任何宗教任何科学都证明人的自杀 自杀的人呢就没灵魂 就很多测试就是自杀后的人普遍的是重量 比正常死亡的人甚至是车祸死亡的人啊 就是被动死亡的人啊 少大概是四十几克 那么自杀的人身上永远就是重量 是一样的 就是说明人呐 当你自杀的时候灵魂是被溃在了困在身体里 走不了 根据所有全世界宗教研究啊 几乎全世界的所有的调查 自杀的人啊 几乎是不会有转世的 所以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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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让人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啊 千万不要走自杀的路 国内的同胞们兄弟姐妹 哪怕你不是爆料革命的战友 千万千万不要走自杀这条路啊 能过一分钟都是享受的 是吧 没有过不去的坎 这个人呐都会说不会做 当你挺住你的压力 度过你内心的疑虑和怀疑 跨过那个最灾难的那一刻之后 你得到的一定是人生的症疾 甚至会摸到信仰的外边 你跟那躺在医院里边 纵在做手术的人 和已经宣布了得癌症的人 和关在那些秦城监狱和中国那些 连猪圈都不如的那些监狱的人 你有自由 你有健康 你还能喘气 根据宗教神学 特别是印度教 还有这个穆斯林教 所有的中国都叫回教 所有自杀的人 没有不后悔 自杀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绝对不要有 绝对不要有 这是我今天说的七根主义 该一个就是战友们 咱们说点其他话题 关于北京城 现在有没有封城 局部已经封城 上海在等粮食 在等救济 开封 北京在等待封城 还有最重要的是北京在等待什么 北京等待就是不相信的 北京会封城 会有人跳楼自杀 这就是中国人 几千年来被改过 那你试试吧 你会等到那一天的 你能不能挺过那一天 能不能像这个战友的姐姐 咱们的战友 咱们的女战友一样挺过去 现实比七哥说的还多万 惨万倍是吧 惨万倍都不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七哥看到的信息 看到的素质 要不是七哥有巨大的心脏 和绝对的信仰 那绝对活不了 那一天都自杀一百回 我看到比你们惨多了 就像当年的武汉 烧人一样 还有香港的死亡数据一样 你相信共产党说的吗 你相信共产党吗 不是那个样子的兄弟姐妹 但是北京比你想象的 要惨很多倍 那些作为侥幸 认为自己永远是那个侥幸成功者 赢家 没啥了不起的 你试试 你试试兄弟姐妹吧 我俩有差点 哎呀 哎呀 刚才出汗多了 那么关于北京 还有Nancy Pelosi没有去台湾 她一定会去台湾的 啥时候去 共产党会吓死的 这就Nancy Pelosi会玩啊 两边玩啊 玩到底就是给你不给你 给你不给你 是吧 就像新娘新郎入住房一样 是吧 一摸我打个滚 一摸我打个滚 摸着摸着咔嚓 上衣掉了 露出了三百年飞飞的红冬冬 是吧 你就很兴奋 一进屋 是吧 你就把衣服脱光了 谁还有兴趣 也没兴趣了 是吧 还需要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大家可以享受 是吧 旁观的人更享受 如果有摄像机 放到了洞房里边 是吧 新郎新娘的这种 这叫做 缠绵的游戏 缠绵当中是最好看的 是吧 你进屋就脱了 你叫啥呀 是吧 不过七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 做点玉米地的大伙子了 是吧 所以说兄弟姐别着急 另外一个就是 哎呀 这个 我想说啥呢 不好意思说啊 我觉得看看新一天 能不能大直播再说 有几个大事要说说啊 那么说一个就是 现在北京大飘雪 是吧 大家一定记住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当出现大灾大难的时候 一定有意象 天生意象 乌克兰战事之前发生什么事 你们问问乌克兰 问问乌克兰发生了什么情况 井水倒流 井水倒流 畜生怪叫 到处乌鸦 深夜里边鸟是半夜以后都不叫的 你们大家注意到这个现象 自然现象 鸟比你起得早 但是鸟比你碎的也早 它晚上不叫 乌克兰的很多人都说晚上鸟叫 英明 井水倒流很多地方 结果就是在不查那个地方发了这么大的灾难 就包括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被这个俄罗斯入侵前一样的情况 中东欧这个地方 特别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白俄罗斯 乌克兰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土地 神奇的土地 这两天你就在忙啥兄弟姐妹 我真的是 我越忙我觉得中国人又可怜 就俄罗斯 俄罗斯很多年轻人科学家 俄罗斯的很多知识分子 包括呢 演员们 大量的移民 大量的移民 往外跑啊 移到哪去啊 美欧去不了 去亚洲国家 去亚洲国家 曾经这个我帮助过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基金 这基金这样几天火了 很多都是在到什么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有些人最高境界是去日本 当然有些俄罗斯人也去了一些欧洲的一些小国 俄罗斯前所未有的 历史以来 据说过去百年来没有的 是不是跟沙皇时期差不多了 和十月阁又是差不多了 大量的外逃 那么在国内 中国国内发生什么情况 西哥可忙大发了 太多人要出来了 要出来的人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数字 因为咱要不要影响其他人的安全 新加坡一个小小的国家 正式申请移民的涨了N倍 严重虐华排华的印度尼西亚 涨了千倍 就连一个小小的旁边 一个小小的泰国几千倍 就是中国的所有的 有本事的人能跑出来 能不能腿凉出来的人 都往外跑 帅妞 帅妞儿不能说先别说 大家想想什么概念 想想什么概念 这很多人需要提个协调帮忙 忙坏了 另外一个 钱 这个钱 中国可以说是过去 大概最起码几年来 就连爆料革命发生了几年来 从来没想过去两个月以外 大量的从香港国内的前往一段 我告诉大家 某个住金币的 住金币的一个公司 告诉我说 他说郭先生你知道我能 再过短短的四十多天 来自中国买金币 就是那很小的 很小的金币的 金币 还有一个叫什么纪念币的 他说我卖了大概在17亿美元 他说几乎是我公司创始以来的核 十七亿美元 全都是现金币的 另外一个专门给越南 给柬埔寨 做地下钱庄的 说七个过去就是一个多月 我最起码通过我这儿 转出来二三十亿美元 兄弟姐妹们 中国有多少钱 世界有多少钱 俄罗斯 成都今天大日运 大日运是的 这都是天生奇象 天生奇象 兄弟姐妹们 这是可怕至极的这种现象 经济 人心 粮食 社会稳定 是吧 大量移民 咱没听说有人往俄罗斯移民呢 往中共国上海北京移民呢 这么好的国家 这么伟大 比爹娘还亲的党 咱没有人去北京上海 甚至香港 香港除了棺材板 长得世界最贵 大家不知道 在过去的二十年 棺材最贵的价格 被香港人屡次冲破 香港的棺材 成了中国人类地球 这有史以来最贵的棺材 有人从菲律宾买了一个棺材 花了三十万美元 三十万美元买一个棺材 你说那个棺材 那尸体不凹了是吗 听说是香港某地产商 是某一个村的 就是香港的 大雨山的一个村子里边 村长死囚了 买三十万买了个棺材 创世界最高 除了毛泽东那个水晶棺材 估计他就第二了 中国人没别的本事 就整这些事厉害了呢 包括香港 香港的棺材 购买量 创造了历史上百年来最高 中国进口的骨灰核 和香港的骨灰核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多 中国出口的出口贸易量 外汇 所有的东西都创造了历史最低了 外汇逃出了最高 那中共国这么伟大 比爹娘还亲的国和党 是吧 你们这么牛 为啥就没有菲律宾人移民到北京上海的 甭说美国人欧洲人 为什么全人类在你们眼里最仇恨的美帝国主义 现在出门都没人戴口罩了 经济还成长 都往这移民呢 我这敏感好多了今天 我看到别人 哇塞一塌糊涂了 我的一个好朋友 告诉我说七哥 他说我在菲律宾那哥们做中国的骨灰盒生意 一年赚了小一个亿人民币 这是个什么世道 什么世道啊 那么再一个话题 今天看到很多人说 伊朗马斯克的这个买推特的事情 战友们 所以说咱们战友们都看跟着人家走 这种现象 艾伦马斯克买了推特以后 奇象背出啊 现在说一下什么情况 兄弟兄们看到了吗 人民币汇率暴跌六天了 泰山 他那叫暴跌吗 泰山兄弟 都是假的 所谓的暴跌不暴跌 就是海外那点人民币嘛 是吧 如果拿着国内盘子里 说他连个名指钱都不如 什么泰山兄弟 我跟你讲的最简单例子 刘鹤的一哥们 刘鹤的一哥们 就是我这个基金的朋友 今天忘了我有跟泰山聊天了 算了就这么聊吧 泰山兄弟 刘鹤在美国最好的一个哥们 包括那什么桥水啊 什么 戴利尔利尔 什么 Steven Schumann 能卖的 全我买卖 其中一个跟刘鹤最好的一个人 就是代表刘鹤在美国的 加州尼泽西 你知道这哥们会说句什么话吗 他说刘鹤在半年前告诉他 说能卖的东西全卖了 第二句话告诉他 再也不来不要来中国 这哥们说我太感谢刘鹤了 他说现在 世界这个情况 他我反正全卖了 回来真的买了艾伦马斯克的股票 他这几天就发现了吗 艾伦马斯克的整个泰斯拉股票 跌了多少钱 跌了多少钱 一千多亿美元 推特最起码有高管 将近20%要离职 去想想吧 第三 但大家去想想 未来私有化的推特 会走向何方 我说了吧 三一三胜一 是吧 机会 挑战赌博 哇塞 我觉得艾伦马斯克买这个推特不是个好主意 但对咱们战友们这个爆料革命 还有这个参与盖特这是绝对的好 所以很多战友现在说 七哥能不能给盖特的投资委员会建议建议 让我们的老椅子能拥有换成盖特的股票 最近很多人这么提 包括这个刘鹤的哥们的基金 这哥们现在已经去英国了 在英国呢 他说他也是老椅子的投资者 这美国老说这能不能换成盖特股票 所有人看我盖特 所以说我觉得战友们很聪明 盖特一定是前途无量 因为他出生的时间太好了 如果中国人现在生在今天 你出生在今天的上海 你不是倒了大霉了吗 你还没出娘摊呢 你就挨饿 出来以后你得挨饿多少年 你不知道 你得等着新中国联邦来救你 是吧 你才有饭吃 多惨呢 相反的你要出生在过去的20年的中国 你还挺好 是吧 盖特就是出生在一个最好的盛世 就是社交媒体的所有的原罪 政治游戏 肮脏 技术 都经过了初期像上海时期 上海灾难时期 上海大革命时期 现在到了辉煌的时刻 来了 盖特诞生了 没原罪没历史 乐福水星 我爱河平七哥 一颗稻草 老皮酱老皮酱 东京樱花团 在路上 SEE 天天打包包 炎笛巨矢 爆彩蛋 DC农场 窝窝窝 窝窝头子 真香人 腔率盔加薪 滴水穿石 三倍之宝 七个的行为就是我的信仰 大爷 谁说兄弟姐妹们 盖特 他就是出生在太好 既没有推特过去的两党之间 斗争的工具的这种原罪 和政治的负担 他既没有原来所谓的推特里边将近七千七百个员工 而且 叫七百亿的市值竟然赔钱 从来没赚过钱 第三 他更没有 就所有的推特对打压这个媒体 打压这个民主自由 留下的这个不可改变的 这种被诉讼的争执和原罪 所以说你想想那了得了吗 盖特天下第一了 你就不用想了 什么Facebook 那只觉得另外一个级别很高 YouTube 但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盖特是最干净的 最长远的 所以说我觉得 战友们很聪明 应该把这个 应该把想办法 战友们呼吁一下 找你们老班长长导致 严谋委员会如水木兰 是吧 炒根 呼吁呼吁 能不能把原老椅子的股份 都一比一的换到盖特上 爆料革命以来 唯一的一个平台 占不到1%的 0.5%的 就是一个平台 就是盖特 99.997%是外国人 是吧 0.3%是中国人 就连那个抖音 这么牛叉 号称10亿 还是20亿客户 告诉你 一大半都是中国人 是吧 没有一个中国平台 不是80%中国人的 Zoom Zoom也是中国占了一半的使用量 数据 这是两个最成功的 那么刘鹤这个哥们说句特别关键的话 他说 Miles 你能想象中共国 现在这经济什么灾难吗 刚才泰山说了 他说刘鹤给他说 2020年中国的31个纳税大局省市自治区 只有三个地方交了钱 给国家交了税 其他全都是赔钱 他说那中共国怎么能增长 去年还6点多 今年还4点多 就像陆大脑袋石腰炎一样 91那帮孙子一样是吧 他当眼说瞎话 就说瞎话说到了 就是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程度 你怎么可能呢 三十几个四十区 你都不上税 你哪来的6点8和4点8呢 所以说兄弟姐妹 连个外国人都问出这样的问题 这是刘鹤告诉他的 不是我说的 同样的情况 你在盖特和推特 你就能看到一个最根本的 是投资者不要有投机 一定要长线 而且你要看到 反待中国搞投机的 这回的基金全死完蛋 有一个好事 兄弟姐妹 你们仇恨的过去帮共产党的这帮王八蛋 你不用支撑 全都会毁在中共国 全完蛋 钱全赔进去 没有未来 终生结束 第二 即将到来的 已经在发生中的 会让你看到 让你最恨的人 很多人 比好人死得多 和坏人死得多 为啥呀 这帮人怕死 这帮人想 所以说我今天说的第三个问题 兄弟姐妹要记住 五月份开始 大家要记住 荷兰炒腊肉战友啊 最大的事情 从五月份 疫苗灾难 接下来 现在你看看美国通胀到什么程度啊 就美国 你们敢 在美国 在美国的最好吃的牛肉 牛排 全都中国人永远吃不到了 现在啊 因为它是完全是 在美国的这个医疗 设备 还有食物 健康质量 全世界最好 连狗粮都全世界最好 包括牛奶 但是价格是全世界最低的 最高的工资是美国 美国是排的前五名 美国的物价是美国是 最低的排的 也是前几名 就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1.5块钱 到3块钱的面包 就是这一顿饭 不要超过五美金 那么这都吃得很好 现在价格 包括油 美国人想是不能超过 3.5到4块钱顶限了 现在多少钱一通 就连美国现在都到了这个程度 兄弟姐妹们 那么现在这个通胀是到什么 美国一定加息 美国加息 欧洲加息 必须制止通胀 不制止通胀 就封了美国的房子 那个原来陆大脑袋 住在你起扫那个房子 挂上去上市 上市 230万 第五天就能出嫁 说是 有人说买了 然后第七天就是说235万 现金卖了 你和陆大脑子的孙子 他家有多惨吗 是吧 你和那个房子 被陆大脑子 揉练成那个德行了 卖了235万 我是昨天我才听说的 吓 吓人吧 就美国的房价 就一下涨了一倍啊 但是这几天你看到这个所有的房价暴跌了 不但如此 看看美国的黄金和白银 你再看看油价 这都没开始 开始了 这什么概念啊 你这就不想二人念呢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就是一个现实 就我今天再说一个问题 做好最坏时刻到来的准备 人在海外 心也要过来 你人在海外 心还在中共国 你会犯下比在中共国还严重的错误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 我今天再说一个 人在海外 不要投机 有人买了头两天推特的股票 惨了吧 有人头两天去做了 艾拉马斯克的那大股 惨了吧 你听说人家往中共国卖棺材 往香港卖棺材 火灰盒值钱 你就去导弄这个去了 那你会赔死的 那个机会就能瞬间 瞬间 瞬间 刷 你听说机会来 你再追去 你能追得着吗 比光速都快 那叫赌博 不要去玩这个 兄弟姐妹们 另外一个兄弟姐妹们 你能不能再加上海 你可以忘到郑州死多少人 你可以忘到中国长村死多少人 你忘到深圳死多少人 你忘到香港死多少人 你别忘到武汉和上海 你要相信郭文贵爆料 你记住我说的话 你家里的药 你家里的粮食 包括电 不要忘了家买那么多冰箱 没电打扮 城市一旦戒严了 军管了 你出行咋办 人来抢你咋办 你回到农村 农村人家把你吃了 这一系列的问题 记住 最灾难的时刻 参照武汉和上海 加上五倍到十倍的不多 你若不相信咱们走着看 你若有本事 别北做贺旋 是吧 你若有本事 别北做贺旋 幸运一条龙 杰克杨凡农场 东京音话台 杨光明媚 微传义夫 SNBM616 射天公 文从机器 马华人 太阳的国度 2011G 红色药丸 通心未眠 专制不服 马诺吉诺比利 自由人 自由人 小净不净 红桃锐人 Tony Lee 4022 把未来药丸 太空漫步 Arily酸酸乳 行了 咱们一起为 75亿全人类的同胞 14亿中国同胞 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战友的家人 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 向台湾同胞们 祈福 新疆 和声 你若不相信呢 咱们走着看 乌克兰在前线的战友们非常的辛苦 做得非常棒 闻风耳动 在前线和猫本去了以后 还有和文科 正一小Sara 我们的Niko 晋东南 晶梁 小小苏 这么多战友在前线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他们很危险 他们很艰难 他们很幸福 但是七哥就不一一在这块说了 像这两天搞的犹太的节日 这影响多大呀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懂的兄弟姐妹们 意义至深远 共产党怕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大家 我在后天直播 我再讲讲这几天我最大的感受 从爆料革命有史以来 我从来没有的 五个感受应该说是 五个感受 这五个感受我从来没有 我今天不能跟你们说 这事儿太大 我要庄严的穿上西装 正八景的一个大直播总数 我希望星期天大直播能参与 希望小福利导演 我们长导市长 墨镜白白 给七哥这个机会 回到大直播 我要谈谈我这五个从来没有的感受 这都是和我们在乌冬 这个救援也有关系 和我们的战友们的坚持有关系 你们真不知道 就在这个最近 爆料革命新中联邦在世界上扮演的作用 发生了多少大事 发生了多少大事 从来我没有过 我就跟你们问一个问题 多维自动关闭的意义多大 从2015年多维就开始骂你七哥 攻你七哥 跟着王岐山 孟建柱 李友 还有那个叫床的余力 还有北大校长王永之 到所有的PAG PASS这个官司 PAX PASS 太平联盟官司 到现在你见多维 停止过攻击我们爆料革命 谁呢 你花多少钱都把多维关了吗 多维于贫海一个人在北京银行 就贷款20个亿 安全部的所有的部长副部长 包括解放军的各种将军 谁又想让多维上篇文章 要贴个帖子 那得请于贫海好好吃饭 得送几个处女的 你能想象你能把多维关了吗 多维欠外债一个狗屁的余品海 就像去台湾搞的那个蔡炎明一样 蔡炎明现在叫台湾统战 国际统战 所谓的被国际官方认可女币多维 一年的数据是20个T GTV一年 你家里几才80个T了 人家20个T一个网站 有多人在乎我 那是政治斗争的最好的平台的工具 他可能帮你帮不了 但是多维要想在上面贴你几个当官的 当地的副省长市长 贴你两个帖子腐败 让你贴上你死定了 中国有多少官员你都算过吗 中国77万个乡村 几千个大中城市 多少局级科技官员 几百万呢 余品海到任何一个县里边 一个市场敲诈一个市场 敲几个亿根玩似的 当年孙力军就是叫余品海 就给余品海 何平他懂啥呀 他就这个贪钱就是为了钱 他这个小人他不懂得玩大事业的 当年何平根本没看明白 余品海仅仅就在苏州 在无锡搞高尔夫搞土地 那都是几十亿几十亿的玩 一夜之间就因为 一会儿啊 还有三小时就开始开平了 是吧 咱们战友把他告了 GTV把他告 他就给关了 这是在西方世界最正规 最有力量的 一个政治情报的平台 咱一分钱没花 他关了 关了 你若不相信呢 咱们坐着看 你若有本事 别别做贺船 多大 我要以前说把多维给他关了 你相信吗 牛大了 天津市长咋死了 给做死个球子了 他给做死了 天津市市长失败了太多了 咱们有个群 天津的群战友们都知道 我告诉他 你们市长很快就被干掉 三周前我说过 三周前我就说过 为什么 天津市长的底我太摸他了 徐平海在香港有投资 他是个屁啊 他都是在那块 什么投资 他干啥赚钱 徐平海 是吧 一个卖烧饼都比他钱多 他哪来赚钱啊 他都是怎么骗的钱 都是白手套 这个孙子 这个美国人不抓的 因为美国人挺可怜的 美国人把这小子给抓了 是吧 你们知道 能套出多少情报出来 没办法 美国就这国家 你敢那么 奔跑都赶不上 微船一副啊 少的不说了 就这一个事 你们知道吗 意义多大 关了 不为关了 二十年了 共产党常委政治局 谁不给徐平海面子 不给多维面子 那你是不想混了 苍天笑 八肩斩红摇 七个自己就是肥美了 你啥意思啊 七个就是胖了呗 说对了 真胖了 最近心情太好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一会儿有四万多了 我得提尿了 这也太夸张了 行了 刚才谁说要念我 念我一大串 我看没念 是谁说的 黑水神 抱你抱你 你这我咋念呢 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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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舌头都弄短了好不好 酸酸乳 混蛋完就蛋 黑水神 黑水神 HK 常人 红色药丸 秋山 我爱和平有 爱奇哥 郭胜最酷 我干啥啦 我爱你